国庆长假,全国多地景区游客聚增 今天上午9点,四川九寨沟景区售出的门票就已到达了最大承载量4.1万人 景区不得不延缓售票,而就在昨天,九寨沟景区的最高接待量也达到了4万多人 由于等候的时间较长,部分急于赶车的游客强行蓝亭观光车 造成景区道路一度接近瘫痪,无法正常运行 九寨沟管理局今天早上在官网上发布通报,就游客滞留事件公开直线 长假第二天,九寨沟景区游客如知 初步统计,当天游客达4万多人,是该景区今年以来单日最高接待量 景区管理人员表示,中午时段游客比较密集 公交车站点间距离比较远,部分游客可能由于没有赶上公交车 逗留时间过长,情绪激动,强行拦车,并将道路堵住 导致部分站点观光车辆受阻无法正常运行 随即整个交通线路瘫痪,拥堵数公里长 大批游客被迫步行十几公里下山 景区一度出动武警维持秩序 当天,九寨沟景区将原定晚上6点的闭源时间推迟到7点 公交车也运营到7点,确保所有游客安全下山后再关门 昨天晚上9点左右,大约60辆大巴在警车带领下抵达景区换乘站 2000多名滞留游客开始逐步撤离 此时不少游客已经滞留5个小时以上 直到晚上10点,滞留游客才全部安全疏散 另一据游客反映,今天凌晨仍有近千滞留游客要求退票 场面一度混乱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